對啊 而且我一直沒有機會 所以我把我的這麼寶貴的第一次 獻給你們貴節目 妳一直都沒有這樣做過嗎 就是在節目上讓我穿比基尼 真的沒有 所以是在掙扎要不要這樣做嗎 我一接到這個通告的時候 我想說真的假的 終於有人 妳知道嗎 會演四英雄 對 會演四英雄 會演四英雄 是有演四英雄 對啦 會演四英雄 幫我來我就很開心 OK 我不理解 是說以前沒有別人邀請妳這樣做 還是說邀請了妳拒絕 基本上也沒有人邀請過我 可是我想說有一些節目 我自己準備比較清涼的衣服 我覺得這是一種禮貌 但後來他們就說真的不用這樣子 可是妳有為了這一集有特別 譬如說結識啊 或是練一下哪裡嗎 我覺得你們太慢發了 所以我沒有機會 所以我今天有 不然就把兩年前跟你說嗎 對 有 我... 所以我今天中午到現在 只吃了兩包藝人 真的 中午到現在 昨晚呢 我只吃了一些壽司 真的就是多少 大概8點多的時候 吃了一點壽司 壽司還有鍋貼嘛 對 對 還好鍋貼還有豆漿嘛對不對 我也在旁邊嘛 因為我有吃嘛 對不對 因為我昨天也是來這個泡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就訂好了 那個鍋貼我就吃了 而且... 不是訂給妳吃 真的吧 給攝影大哥說不吃好不好 他們就說他們不餓啊 妳就把他們的鍋貼都吃掉了 對 而且他們的分量很大一個 他們超大的 攝影師們的鍋貼吃掉了 但是我真的有問他們要不要 他們說沒關係 不餓 攝影師今天在發脾氣耶 對 我看 就突然就定好了啊 現在有在吸氣嗎 有啊 快點放鬆啊 妳會很累耶 妳如果妳放鬆會是怎麼樣 妳放鬆給我們看看 放看看吧 好大肚子 不是 人放鬆都會變成那麼誇張 不是 我跟你講 我現在 頭腦真的有點暈了 缺氧了啊 妳放鬆才能夠呼吸 不然妳沒辦法進行訪談啊 會溫倒 好 可以...來了 那可是問題是 她等一下坐下怎麼辦 等一下最後就把它拉起來就好了 高一點就可以了 妳們現在坐通通都是在吸氣嗎 倒要吸一點啊 大家都在吸 要吸一點 要不然就是直接躺下去 她們太瘦了 妳們還好嗎 還好 妳們是放鬆的是不是 所以她等一下坐下來的時候 得要一直吸住我 不用... 她把那個拉高一點就可以了 妳就把這個拉起來是不是 拉高一點就可以了 就是她借我還說 甜甜妳不用這個 妳知道妳坐下去我多可怕嗎 然後她就拿出來幫我借 所以要拉到哪裡 這裡嗎 妳沒有遮住就好了 遮起來就好了 對 可是我們這個坐下來到底有多恐怖啊 我們攝影機就一支特寫妳臉部就好了 不行 今天主要是那個 就其他人都拍全身 就到妳一支臉部 不行 因為我想要代言內衣要拍一下 就藉由這個節目 好點子 對不對 因為很多 對 因為很多女生需要這樣 對 有的肉肉的 妳們都只有那種漂漂亮亮的女生 不公平 有一種就是要把這邊的肉擠上來 什麼的 對 而且像妳代言那些縮身衣的尺寸 根本也不適合我們啊 沒有 它會因人來量身訂做 可是就比較貴 你知道嗎 布料太多是不是 對 會比較貴 所以如果那款內衣就叫做肉肉排 那妳覺得去買的人會有壓力嗎 就... 沒有 如果它是代言那種 肉肉的那種肉肉排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得救啦 如果連小甜甜穿起來都可以 對啊 真的 肉肉排 永遠不要再壓抑自己 然後就吃肉排 很棒啊 對不對 對 剝貼也不錯 對 你可以 妳想要坐坐看嗎 我一直很想 我已經在... 坐坐看 我是... 坐啊 坐下來 看看 好厲害喔 這場景很好 大部分人都這樣子 又八十八 不是 都這樣子 像他們那麼瘦 坐下去會沒有東西 那是少部分的人錢 這真的很罕見喔 對啊 大部分是坐下去 會有東西的啊 剛剛九名模們有走台步 你要走嗎 來啊 好好走 加油...來 走 不是叫他好好走 這是什麼鬼子啊 是七夜怪慘 你幹嘛不好走啦 好好走啊 你幹嘛要這樣夾住 因為會把全部就是... 弄起來 然後把肉遮起來 妳的問題並不是不集中耶 那不然我問你到底是什麼 就是... 因為會有一些皺褶出現啊 皺褶哪裡 對 兩邊會有露出來的肉 流出來的肉 沒有啦 不是不集中 是肉比較多 所以你要...手要放開一點 它就不會那麼... 放開才不會擠成這樣對不對 對 反而要輕鬆一點 對啊 腹乳好像也跑出來 反而你要手撐開一點走 正常走啦 你OK的 可以指導他怎麼走嗎 其實你插腰之後 比例會變比較好 因為你手這樣壓著 你手臂反而會變更輕 插腰... 對 然後你挺 要挺 一定要挺把肉撐開 再給你走一次...來 小腹用力 對啊 那個線條就比較好 好挺喔 為什麼有一種要去殺人的感覺 他真的不會走... 他真的不會走 是流寶寶快出去討債嗎 到底是... 還要...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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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妳好可愛 謝謝 謝謝 所以今天妳也列入喜歡比基尼的人嗎 可是我是真的有點強迫症 愛買比基尼耶 而且台灣很多尺寸都是比較小的 所以就買不到我的尺寸 因為我尺寸比較大 所以我都從國外買 而且像我之前去泰國要買 我就會跟他講說 大尺寸... 可是他們可能有點聽不太懂 然後他就會說大尺寸 我說 尺寸就是跟他的臉一樣 因為就是要這樣才能買 因為尺寸其實這還滿大 真的滿大的 對 真的很大 所以他這個是討喜的嗎 這是Vittoria Secret的耶 這個都是... 這是從國外買回來的耶 妳可以打開一件件 我們看一下嗎 豹紋這件 妳打開了就好看 妳應該也遮起來了 而且它裡面還螢光耶 然後外面 懂不懂啊 為什麼妳還需要趁電嗎 沒有 可是這是國外的那個 國外的L尺寸 然後它本來就都有 可以拿掉的 穿比基尼去游泳的時候 可以戴浴帽嗎 游泳池規定就是一定要戴 一定要戴 因為妳說頭髮都會飄來飄去 這樣不好 所以妳願意戴著游泳嗎 一定要啊 可是妳雖然對戴泳帽 然後在室內還會穿比基尼 沒有 如果是室內游泳 就是正常搭游泳的游泳池 穿比基尼 我當然不會穿這麼滑的 我會穿樹枝黑的啊 生咖啡 然後一樣這個款 對 然後不是這個款啦 不是我一樣 用什麼差別嗎 就簡單的 然後戴有帽戴挖鏡 要連身的嗎 不用...連身不舒服 反正妳堅持穿兩件事 然後如果是出去玩 妳就可以穿 看妳想穿什麼都可以 不過卓友寧今天選的這個比基尼 對一般女生來講 好像有人不喜歡這種 有垂墜的裝飾的 是不是 其實我本來不是要穿這一件 沒有 是因為她這種泳衣很挑人穿 因為那個胸型不好看的人 根本沒有辦法加入這種泳衣 其實泳寧這種泳裝 都算是連身的泳裝 我覺得是穿去外面好看的 我本來要穿這個啊 他們教我換 他們說這個比較好看 妳這個露點 對 妳這個這麼熟 真的假的 她穿這件她有一半的點到外面 所以要把這個張開來一點 我看一下 我剛才真的看到她露一半的點 讓她就 稍微調整一下是OK的 這件很時髦耶 這個很好看 穿起來很好看 其實還好 那是因為我修復太大嗎 什麼 我剛剛真的沒有有一句話是 那是因為可能那個就是 甚麼事 反正是把這件空氣 怎會有差 我們來問她 跟她同時報 有時報